衛福部國民健康署 結合各縣市政府衛生局 財團法人董事基金會 共同舉辦2022戒菸就飲比賽活動 除了邀請隨堂當代言義工 衛福部長陳時中 焉齡長達50多年 在記者會現場發出豪語 其實我抽菸大概50年 那也沒有起心動念過說要戒菸 所想的就是為抽菸找理由 有人講的都為抽菸講理由 那這次之所以起心動念 當然我想董事基金會 也給我一個很大的一個啟發跟鼓勵 那另外剛好這個時候 COVID-19大家也知道 是一個肺部傷害的疾病 那抽菸是一個慢性的傷害 兩個加起來那就會變得嚴重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夠戒菸 記者會中陳時中還自我調侃 有抽菸的老男人看起來比較老 如果戒菸就會像戒菸代言人 水塘一樣漂亮 對於衛福部長陳時中要戒菸 董事基金會董事長張柏亞表示 希望大家看到陳部長 要幫助他遠離菸品 希望讓今年有更多人 加入戒菸活動 逐漸落實無菸的健康環境 另外代言人水塘也同樣的不甘示弱 大家都知道抗疫非常重要 但是因為吸菸真的會讓我們 沒有戴口罩時間增加很多 而且很頻繁 而且病毒也很容易附著在我們 會碰到的那個煙 那個叫什麼煙嘴上面 所以為了我們自己的健康 真的除了勤洗手 戴口罩打疫苗之外 我們一起來戒菸吧 就可以讓這個疫情趕快安穩的 離開我們趕快過去 相信我們的陳部長 會帶給全民更高的健康指標 我們每一位看到陳部長的時候 要幫幫他 協助他 讓他遠離香菸 讓我們這一個戒菸救營 可以創下更高的歷史紀錄 台灣戒菸救營比賽的舉辦 鼓勵吸菸者與家人的互動與參與 實際來幫助超過二三萬組的家庭 董事基金會呼籲 18歲以上的吸菸者與不吸菸的親友 即日起至4月底前 兩人一組報名參加 成功戒菸就有機會抽中 最高30萬元的獎金 報名戒菸救營 再見快一點 人間衛視王建國 陳一軒 台北採訪報導